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引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到一些 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任劳 还可以看他背后的门道 我们有Podcast 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同时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支持公固 能够持续的走下去 能够做更多更好更棒的节目 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个主题 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 而且是很重要 我每次讲这个 我觉得我在讲悲话 因为每次 我都觉得每个议题都很重要 又很严肃 好了 那我回到我要跟你谈的东西 就是在 这个月的云林县政府 他们其实办了一个 大概为期两个月的展览 这个展览叫1621开台400年大航海时代 在严师奇故事展 那他们邀请的杨渡做专题的演讲 也请了魏德胜来做一些相关的导览 那这个展区其实还蛮大 在北港弹场 然后严师奇故事 水灵 还有这个北港水灵志鸿池 这些地方都有各式各样的展出 我前两天为了做这个节目 也特别去看这样的一个展览 我会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这一期节目 会对这一个展览 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但是我也蛮期待 我们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看这些展览 或者是到云林的北港 到水灵这些地方去走走逛逛 可以可能更了解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到底谈的什么样东西 那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这个张立山县长其实也提到 他说 最近为什么要办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去探究云林的存在 跟他这个历史的定位 那特别指出他说在1921年 不好意思 1621年的时候 严师奇率领28名弟兄 在云林的水灵登陆 他是严师奇是开台第一人 云林是开台第一线 开台第一庄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要见证这个历史 然后让大家透过这些文物 图片 各式书面的资料 来去了解到 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艰辛 那严师奇是谁 他是在1958年在福建漳州的海城人 他其实在17世纪是在东亚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武装海商 也就是他从事了海商的贸易 当然某个部分他也是所谓的海盗 所以这个郑之龙啊 郑成功这一家子 其实都跟他是关系密切的 那他听说啦 就是当年是要去推翻 这个幕府 德川幕府 日本的德川幕府 那没有事迹败落 所以他就跟别人 就跑到了这个台湾了 因为德川幕府去追杀他 但是这个事实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所以严师奇呢 就到了云林的水灵登陆 然后逐步开发 这个到嘉义带这个侏罗山 然后甚至这个 继续的去这个号召 招募这个汉人 然后扩大他自己的势力 最后成为这些中国东南沿海 非常大的这个海盗集团 后来他过世的仗在这个嘉义县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严师奇的故事 可是这个故事 其实从原住民族的角度 从原住民的立场听起来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 就是第一个就是开台 为什么他是开台 那原住民在这里到底是什么 那开台又代表是一个 什么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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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让我想到一位原住民族的诗人 莫娜人他曾经说过 你们的壁路蓝旅 是我们的颠沛流离 那从原住民的角度来去看 这个事件到底会怎么看 严师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云林县政府 为什么会去办这样的活动 办这个活动的背后的意涵 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粉砖 脸书的粉砖不按月亮说话 月亮丽其中的小编达伦 他同时也是原亲政的成员 那在里头今天的节目 大家跟我们分享 从原住民的角度怎么去看这样一个问题 达伦你好 明文秘上 我是达伦 今天非常谢谢你来上我们的节目 虽然我要坦白说 这个节目会引起我的关注 或这个主题会引起我关注 就是看你们的脸书 你们的脸书实在是对很多人来讲 应该觉得有点白目 这不就是一个在谈台湾主体性的一个议题吗 那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的意见跟看法 这待会我们再来聊 但是我想先开始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月亮说话月亮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社群 什么样的一个网站 我们关于月亮说话 其实一开始做的事情有点 就是其实就有点白目了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做这种 用原住民族的单字 像我是布农族 用布农族的单字 然后加入一些当代文学的句子 那就是我会希望说 用原住民族的视角来看当代文学 那去翻转我们以前 是用当代文学视角来看原住民族文学 对那后来因为我们在整个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原住民族所谓原民性的这种对话的性格 其实从原住民族文学的作家 他们之所以一直写 然后一直想要跟社会对话 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历史脉络在我们后面 那包含原住民族这四个字啦 它是一个集体权 它是一个泛政治的集体认同 它其实也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慢慢的转变成一个会去讨论议题 然后会去骂人 然后也被骂的一个粉专跟IG的账号 对那这一题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 就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一题 其实我还没有收到大量的这个讨骂的留言 所以可能真的是 就是还没有很多真的很多汉人跑来这边留言啦 大多数人其实都还算是可以理解说 我们真的在意的点在哪里 那这也许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变化 也许过去可能就有很多的人来留言 不过就是看起来没有很多人在你们的这个脸书留言 但是云林县政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回应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不过回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 这个1621年开台400年大航海时代 严世奇故事展 严世奇是谁 就是就我们的理解严世奇是谁 然后这个活动我想从一个云林县政府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本土化 或者一个重建台湾主体思考的活动 那我们在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也在谈到这个大航海时代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台湾跟世界的关系 就好像这个前一阵子斯卡罗的这个剧集上映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讲说对啊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跟世界的关系 可是这看起来是一个利益良善 特别是对于县政府也好 或是对某些的这样的一个在强调台湾主体性本土化的 这样一个论说说法也好 都看起来都是一个正面 那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不一样的声音 或是提出你们的反对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当然首当其冲就是开台400年了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会有一点文化敏感度的原住民族人 或者是非原住民族人其实都会理解到说所谓的开台 其实它就是要打开台湾的土地嘛 那对原住民来讲 它代表的就是我的土地被压迫被侵占被掠夺的这个历史 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其实它在我们的理解 它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 再来到台湾的这个过程 然后包含这后面的这400年 它其实就是从延时期到这个进入台湾之后的民政 正式的政权 然后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 从平补族一直到所谓的高山原住民的这种 一连串被压迫的这个历史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觉得 它的史观的这个建立本身 它就有歧视跟偏见的意味了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时代的视角 我们就会觉得特别被冒犯的原因 就是我们都还在这个殖民的现况当中 那你们就去办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活动 然后说你们要去来纪念所谓的海洋的冒险胸襟 跟什么国际视野的基因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这到底是在讲什么 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海洋民族 身为南岛民族 我们几千年前其实就已经在开阔我们自己的土地 然后我们从很多的证据 我们其实也知道说 所谓的基因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话术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术 我都觉得这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所以在你的这个脸书上面 我记得第一篇的发文我就注意到 然后就好像你刚刚谈到 你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文学文化的一个网站 你真的骂人的时候也都是文周周 是非常有诗意的 是不是应该秀一点 对啊 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一种麻烦 我把它截取其中的一段 例如说你就说就承认吧 你们的开台就是我们的直台 你们的大航海时代就是我们的大退缩时代 你们的推崇的冒险精神 就是海上略竭商船到台湾之后的抢夺土地 不是为了海洋的胸襟更不是为了不知道什么 是什么东西的国际视野的基因 你根本就是在你刚刚谈到是直接的去回应到 这个云林县政府他们的声称 他们的奖务 但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批评其实也蛮直接 同时在你们的这个脸书上面也都不断的 提供云林县政府啊 云林县政府文化局啊 他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回应吗 云林县政府本身没有回应 但是那个粉砖本身 其实后面是有在回应说 他们其实要纪念的是 那个所谓大航海大无畏的时代 然后他们要纪念的是那个交流的盛况 所以他们就有一点 我们觉得是有点卸责的味道 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既然延斯奇也存在在云林的 这个记忆里面 那他们就觉得说 这就只是一个切入的观点啊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背景 这种我觉得是一个废话 为什么不能够用这样子去看 例如说我其实因为这个节目 我也特别去了北港去了水林 然后也去看了这个延斯奇 这个在跟云林很密切的这个水林乡 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延斯奇的纪念馆 这里头其实如果从一个 这样子讲 就是从一个汉人的角度 他会非常强调他的家族的渊源 或者是他会强调他们家的历史 那如果我就觉得说 我来谈我们家的历史 我从我们家来谈 延斯奇 这样子不行吗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对我们来讲 是有这么大的冒犯跟冲突 那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我就只要谈我家的事情啊 我们就是只有谈这件事情 不是很单纯 不是很简单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 所以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在意的是 所谓当代的族群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在互动过程中 是不是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块土地上 彼此的历史脉络 对因为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他有一种 是带有偏见建立起来的 那种知识体 我们会很在意的是说 你当然可以去纪念 你当然可以去讨论 我们当然欢迎 很多元的讨论历史的方式 但是你在做你自己 从你自己意识形态 或观点出发的时候 你其实有一些可以避免 比如说你可以 不要用开台这个字 不要说汉人 啃直台湾400年的盛况 这种说辞 对 那你可以去注意到说 其实包括云林县他自己 为什么今天云林县的里面 我们有两百 两千多位的原住民 那其实很多都是 所谓高山原住民 所谓的贫富族群 为什么不见了 其实就是因为 当时的云林县在 被首先被啃直的 那个时候 要么就是被收编了 要么是被通婚了 要么就是被赶走了 被灭绝了 这个状况 所以这样讲起来 我会觉得 这其实是很讽刺的事情 不是说因为你们 原住民很少 你们就办这样的战略 而是说 其实是因为你们早就把原住民 就是大概 就是都能赶的都赶走 能通婚的都已经弄完了 然后你们今天才来这边 大言不成的说 对我们要来纪念 汉族的这个使馆 对 那你会让我们 这块土地上面 其他的原住民 我们会觉得情何以堪 这让我想到 其实我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 谈到转型正义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最近这几年 有很多国家的元首 包括台湾的元首蔡英文 也都会为了这个少数族群 来做这个盗窃 或者进行一个盗窃的动作 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哇 这个在过去历史上面的冲突 然后现代的领导者 应去盗窃 是一件好像是一个和解 或者是一个去承认错误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面 如果你去看这些人的 这个盗窃的内容 他其实都是承认过去的人的错误 那未来他要怎么做 其实谈的是比较少 所以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例如说澳洲的国庆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原住民族 到澳洲的原住民 到国庆去抗议 为什么 因为澳洲的国庆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国庆 就是因为他把原住民给干掉 或是把原住民给平定了 然后他开始 在那边开始建立 他自己的一个国家 或是一个区域 可是对原住民而言 其实他是一个被侵犯 或者甚至是一个被消灭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台湾其实我们看到的 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想补充一下 像是澳洲的最近的状况 是这是什么时候的新闻 今年的新闻而已 就是他们要修改他们国歌的歌词 对 他们本来是说 因为我们年轻而自由 但是改成说 因为我们议题且自由 就是从那个Young and Free 改成One and Free 那就是其实也是去反映说 他们愿意去把这种 好像是很年轻的白人的这种历史 改成说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议题的这种历史 对啊 那我觉得在台湾的情况 就会变成是 我会特别想要提就是 我们其实在101年的时候啊 其实就有学者去研究 所谓的族群平等法 那就是参考性别平等法的架构 然后呢认为说 其实我们可以在行政院 去设一个局处 那专门在做这件事情 推动族群平等啦 那一直到近几年 我们在谈族群主流化的时候 其实那个概念也是类似的 就是说你在推动决策的时候 你应该去考虑到说 多元族群 不同的族群 他们有什么样的脉络 有什么样的时官 那一直到108课纲 我们又看到说 原住民族的时官 也开始去纳入在里面 来讨论 对 那我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时间点 其实我们是有在进步的 但是看到云林 云林县政府这个样子 我们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真的会需要 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 至少是提升到法律层次 再来看政府的决策 或者是如何去推动 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来谈 所谓族群主流化这样的一个议题 或者是族群平等法等等的 一个比较在从法律的 一个制度的面向来看 可是我们如果再回到这个延师期的这个开台 挂号 这个开台展的部分 我那天去看了 其实我看到在里面有用不同的区域 有不同的背板 然后在这个背板上面 也都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我特别留意的背板大概是六七面吧 但是跟原住民族有关的 其实真正有关的 就直接有关是只有一面 那另外一面 其实在谈延师期来台之前的台湾 我把那个背板内容大概讲一下 就是其中一个背板是在谈说 延师期来台之前的台湾 他说原住民是最早定居到台湾的族群 在这个台湾的平地和山林都有原住民的足迹 他们并没有建立政权 而是在维持部落社会 那汉人最先是捕鱼 是渔民来台捕鱼 然后后来跟原住民贸易交易买卖入皮 然后也带来这些农具 农业的用具 日常用品等等的布料 那耳后呢 融合通婚 让台湾的族群更为多元 那这个是在这个袁世期来台之前的台湾的一个 一个背板上面的一些文字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提到的是直接标题 就是袁世期原住民 他上面说 袁世期来台之前呢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已经数千年 然后移去的汉人也有不少 包括渔民海商海盗 这应该讲袁世期自己本身 就是具有海商跟海盗这个身份 然后他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布山啊 马老啊等等的器具 然后跟原住民交易这个鹿肉鹿皮等物资 那各取所需两边和谐 那这一段是有四段啊 最后一段才又再提到原住民的部分 他说袁世期开台实在主要是在海边 一方面是为了贸易和防守 一方面是为了开垦啊 那原住民主要是要去靠渔猎 猎入为生并不靠渔获 因此呢两方交易的生活物资是和睦相处啊 从这两个背板你会看到 其实看起来 袁世期来台湾的时候 跟原住民是一个非常非常和睦相处的状态 然后是一个多元的族群 是一个彼此有一些交易 交易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但是最后面他其实我在现在又看到一个东西 叫釜藩债 那这个釜藩在看起来不是一个商业的巨手 可能是某种安抚的概念 至少从中文的意思上面是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请党论来回答一下 就是他并不是没有去描述原住民 OK 他也谈到在那个时候原住民族 跟这个汉人跟袁世期这些 不管你要称之为海盗也好 或是海商也好的这样一群人之间的关系 那是这么的和谐吗 就是跟我们理解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来谈这个话题 在台湾四百年一二一大汉的时代 严思琴故事在正式起动 三二一 很开心的云林县在开台四百年 严思琴1621年大汉海时代 来到云林县 那在我们的北港水林这个地方登陆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见证四百年前 开台第一县 开台第一庄 开台第一人严思琴在四百年前 登陆到台湾 这个第一站 我想今天我们要见证这个历史 那同时我们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将整个大防海时代 所有的历史背景 还有所有场景 都在我们北港糖厂的这个仓库 来一一的展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时代 特别是当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 不同的民族 在台湾在这个海上交会的那个时间点 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美学非常有趣的一个环境 用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个时代 就是一个用生命换生命的年代 拿物资换物资 可是它是拿生命再换生命的一个年代 那人的崛起跟陨落 通常就是三年到四年 跟现在的选举文化一样 就是其实那个台湾到现在 那个海盗的血液还在流行 就是这样子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议题的真理来带大家 去了解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民众的捐款 欢迎大家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当然也希望你可以用捐款的方式来支持 我们可以持续做好的节目 你的每一笔的捐款 都是我们持续走下去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论的是 有关于严思琦开台这样的一件事情 最近这几年 其实应该讲说这二三十年来 所谓的本土意识是非常重要 要去建立台湾的主体性 可是台湾的主体性的建立 到底只是从一个汉人的观点 还是一种多元族群的观点 在台湾的社会是一直存在的 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前一阵子云林开了一个展览 叫1621开台400年大航海时代的 严思琦故事展 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跟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月亮说话月亮力的粉专的小编 Darun来跟我们谈这个话 Darun你好 你好 在我们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有提到的严思琦这个展览里面 看到他描述了他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看起来虽然不见得也没有特别指和谐 但是就是一般的贸易 或者是他可能是用多元的存在 可是实际上面 你在严思琦的展览当中 还会看到一个东西叫釜藩债 这釜藩债是什么东西 然后当时的原住民跟汉人 真的有那么的和谐吗 这个釜藩债根据史料的记载 其实是严思琦他来到云林的时候 他就盖了所谓的石寨 那这个其实在历史上 其实还是有点争议啦 因为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里面 也有人觉得说这个石寨 其实它是不存在那个位置上面啦 但不论如何 它这个石寨就是有记到 其中有一寨在叫做釜藩债 大概在北港那一带 那么他们在那个地方 史料的记载就是只有说 他们那个地方是来安抚这个土藩啦 对 那我们我想要特别讲一下那个画作 其实我们会担心的地方是说 釜藩在这个画作它本身呈现的方式 它是用一个汉人跟一个看起来是原住民嘛 然后他们在签手 对对对好像是恋爱的那种场景 那这就会让我们就是说包含你从你整个主体的论述 那一直到你画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你是邀请国小的小朋友来画画嘛 对那因为你在这个整体的论述当中 都没有所谓的原住民被压迫的这个历史的视角来去看待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的是说小朋友他在画画的过程里面 他会不会也前一幕画的觉得说 那反正当时的时代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画出来就是应该那个时候的拼捕族跟汉人 他们就是那么和谐在相处吧 对但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解 其实那也只有在釜藩在往东边就是往河口那个地方 其实是颜思琪跟当时的猫尔干社的社长 所谓的酋长那他们的交情比较好 所以那附近的原住民他们会去交易这些物品 对但是在釜藩在以外呢 就是在管辖范围以外的这个原住民 他们其实是有很多互动的关系 他们可能也是有冲突 可能也是必须要去镇压 对那像是在过去的这个彩礼社 其实他就是可能是从山上牵下来的布农族 那如果是以布农族的习惯来讲的话 其实他就不是一个容易去交流跟镇压的一个社群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想要讲的是说 所谓的开台400年 从釜藩在之后 其实不过才过了40年的时间 在台中的杀戮那边就有史料记载的一个 政经带领的一个大屠杀的事件 那在史料记载里面其实是说整个社群100 200多人 被杀到只剩下6个人 那这当然可能有夸大的嫌疑啦 但是就是记载说你们所谓的开台400年 你们所谓的釜藩在看起来很和平的 其实都是假象 对 不过就过了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在史料上面看到这种 这种记载 我们就可以去想象说 其实有很多是所谓殖民者的史料 没有记载下来的 那可能很多都是粉饰太平的这种记载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切入点 就是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立场来去看待 过去元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或者是我们当然可能所谓的往前看 就不需要再去揭露 不需要再去强调曾经有的冲突 或是各式各样的屠杀等等的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是这个是未来 那未来我们当然不希望是有这种冲突跟屠杀 可是现实是什么呢 历史是什么呢 他应该要更完整的去陈述出来 就是历史是什么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历史事实是什么 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忽略 或甚至扭曲或者是抹杀 刚刚导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其实在北港糖厂前面有一个墙 这个墙的画作是由当地的艺术家 还有当地的小朋友 他们共同去绘制 还有一些中学生 小学生 所以你刚刚谈到在那个画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让我们有一些 这种想象 这个过于美好的想象 那而没有把那个当时的事实去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其实既然要展 他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教育 那要回到历史的本身去做讨论 不过我想这个严世奇的例子 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因为过去这几年 还有另外一个跟严世奇也是有关的 这个郑成功 郑成功的庙啊 或是郑成功的这个祭祀啊 或是郑成功的相关纪念 也引起了很多原住民族 或者是不同历史的学者的一些看法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也是发生在这个嘉义的吴凤 就是吴凤庙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嘉义县县县 也会到吴凤庙去做计事 可是吴凤的红像已经被拉倒 他当时就很多人说 这个课本大概都在胡扯 事实根本就不是如此 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看 这是已经经历了过这么多年 然后吴凤像也拉倒了很久了 那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在台湾的这些官方 还在做这样一个计事 或者是对这些史官的讨论上面 还是充满的非常严重的 或者是非常的 这个以汉人为主体的观点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哀伤的 因为其实2019年的时候 行政院发言人Gulas 他其实就有在脸书说 我们应该要取消所谓的中驱 中书吗 祭拜正成功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有一个传统 就是要维持这个道统 所以会有这个政府去祭拜正成功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延续 延黄子孙反清复明 然后去延续下来的这种 我当然这样讲 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荒谬 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会觉得 那到底是干我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要年年去拜这个正成功 但是我觉得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角度就会更真实 就是正成功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大屠杀事件 包含到后来 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地开始肯吃 然后我们知道从清代之后 包含像云宁县 我们现在找到的史料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他们都会去宣称 其实在清代的时候就是开肯完成 意思就是说原住民大概该赶的都赶走了 对啊 那像是还有像是有一个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吧 就是说有那个正门工的这个主持人啊 他就跟他就他就发了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要决定去连续三天去祭祀 所谓原住民英明跟调节法会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要做这个法会 是因为有正成功托梦告诉他们说 要来超度当年遇害的原住民这样子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 所谓的道歉跟原谅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如果真的说是 不管是你怎么样去跟我们的祖灵 或者是我们的邻居沟通 我们在意的还是这些活着的这些人 对你在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信仰 但是我们想要的是 你真的去平等尊重去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你知道说 正成功作为一个殖民者这样子的形象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至少从 我们不谈信仰 我们至少从论述上面 我们去把它平衡一下 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民主英雄 这种很单一的那种史官来看待 嗯 这的确是 就是我们的史官实在是太单一 实在是太扁平了 就是过去是这个中国的史官 那现在可能是台湾的史官 但是这个台湾史官 还是从一个比较汉人的史官 这样的一个发展 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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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样貌的出现 那这当然就是我们在所谓的转型正义 是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在历史的论述跟历史的教育 这些事实上 恐怕都还有很多 必须要去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文化活动 那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的文化活动里头 特别是跟原住民有关的活动 或者是在某些的大型的这种文化活动里面 原住民他大家都会办的是一个唱歌跳舞 然后一种装饰性的这样的一种角色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文化活动可能是一个集体 或是一个文化 他看来是一个多元的 你刚有特别谈到所谓的族群主流化这件事情 那在这种文化活动当中 不管是刚刚谈到的历史展览也好 或是某种的欢庆式的这种文化活动也好 这个族群主流化在里面 他可以扮演什么样角色 或者是族群主流化在这里面 到底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对这种台湾的族群的面貌 可以有更立体性的多样性的了解呢 我觉得有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就是大家会很常觉得说 因为是原住民族的活动的话 如果跟原住民族有关系 那我们就推给圆明会就好了 圆明会以外像这种地方政府的展览 他们可能就觉得不需要去咨询 那其实就是你稍微有点理解的人 你可能就会想到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做开台400名 我们应该去找当地的社群去问一下 如果他们有稍微曾经想过说 要问一下原住民 他们应该就会发现说用开台400名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其实是不妥当的 对 那我们一直在推的族群主流化 其实就是说在公部门 尤其是公部门在推族群主流化 应该要去在意说不同族群的史观 他们的观点能不能被看见 能不能去平等尊重 就像我们在谈性别主流化一样 对我们谈性别主流化的时候 我们会说有很多的情况 看起来好像不是歧视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骚扰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不断的去讨论 让它的面貌更清晰 那我觉得我们推族群主流化也是 我们要不断的去讨论它 然后不断的去跟大家说明说 对没有错 我们希望的平等 就是希望说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展览 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决策 你要去考虑到原住民族 然后你要去考虑到原住民族的地位 考虑到原住民族 他应该要在这个中华民国 向原住民道歉之后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措施去弥补这种关系 那不是说蔡英文自己去道歉之后 然后一个原转会 那就是原转会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对那其实是很可怕的 就像最近促转会推出的那个专辑 开始去谈说 这个原住民啊 收入拔奈 收入林森祥 收入高雷雅的歌 都愿意去谈转系正义 及历史正义 那更远的去去连结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竹群主流化 他其实讲明白的 其实就是去加强这样的一个横向连结 对那像刚才我们有 我刚才有提到的族群平等法 那他到现在 其实好像也还是没有进去这个立院的讨论 对那我可以理解的是 因为族群是 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 跟性别来讲的话 他会有更多不同的情境需要去看待 比如说如果你做一个开台400年 但是你有特别去把这个开台 特别去把原住民族 当时真实的处境呈现出来的话 或许今天原住民族族人就不会那么生气 或者是你在画浮帆载的时候 你能够去特别去注明 那我觉得不管对画画的小朋友 还是对路过的人来讲 他们就不会那么单一的去看待这个展览的本身 对那我想额外提的一件事就是今年的原住民族的纪念日 那我们也有发了一篇文章 骂了一下文化部的原因是因为 原住民族纪念日办在国父纪念馆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看法就是你是在一个所谓的殖民者的权力核心 来纪念反殖民的活动 然后对我们来讲是特别荒谬的一件事 尤其是当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说 国父纪念馆应该要怎么样去解职的时候 其实都还没有解职 那你们明明都知道它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就竟然就选了这样的一个地点 然后在开展的时候文化部长呢 他也说原住民应该是 这个我们要感谢他们的贡献 尤其是在什么运动啊音乐等方面 然后原住民族是一个定义台湾文化之一环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他把原住民族当成一个论述的一个前提 不是当成一个平等的主体 他只是觉得说我们要感谢原住民族 然后他是定义台湾文化的其中一环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办这个展览呢 你自己都没有去想清楚说 我们今天要去做的是把原住民族真的提升到 我们平等看待的地位 我们不会去说我们要感谢汉人在某方面的贡献 或者是他们只是其中的一环嘛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既然都在这块土地上面 我们要彼此去纪念彼此去感谢的时候 文化部长那样子一起换 我们就觉得是所谓汉人优越的视角 所以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如果我们族群族的话可以去扩大他的讨论的话 很像联系 然后也去在意到我们一直反复去提的那种原住民族 主体性的话 对那我想情况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说有时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不是故意的是更可怕的 因为他是多么的自来而然 那他可能 特别是这种自来而然 会在某些的细节里面 他就会不经意的流出来 例如说我自己上课的时候 我常会想说 可能会有一个报导说 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原住民族 封年纪的神秘灭杀 我不要想说到底有多神秘啊 在这里都已经几百年了 数千年了还在神秘 那你不会看到说 我们来揭开一下汉能过年的这个年夜饭的神秘面杀 那我们可以揭开一下糖果柜里面的馅料 我想下高题的人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没有想那么多 他就是很自然 很自然就反映出啊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我没有留意 那即使不是恶意 恐怕也会留下一个负面恶意的结果吧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像那个原型县政府这样子在做 这个展览啊 像我们会特别去在意的是 像你刚才讲的这种看起来像是五星的 那包括像是云林县政府跟展展览的单位 他们后来都完全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 但我知道主持人刚才有提到说 他们现在在展览的现场 是会稍微在意一下吗 有有有有有 我讲一下好了 就是我昨天去嘛 然后他们刚好在做一个导览的彩排 那因为我在他们开展的时间去看 刚好他们还在彩排当中 我就听他们对话 就觉得说 哎你们做这件事情 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点的这种 一种改变 他们就说啊 我们等下在导览的时候 不要再讲开台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字眼 哎我觉得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 那个那个看板没有改 然后那个标题没有改 那个这个相关的文宣没有改 可是在现场他会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提醒 那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去看 至少对我来讲 哦好了好了有一点点的进步 或者是好了好了 至少你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吧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种族歧视的其中一个 呃怎么讲我们应对的一个方法啦 虽然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我觉得比较好的范例是呃 今年的时候在那个呃 听见歌在唱 不知道有没有 主持人有没有记得 当时有一个争议 就是Ella在记者会上面讲说 哦我们请五月天来穿这个 穿衣服来爆战功 那下半身穿什么 大家就自行想象 对那在之后我们呃 也做了一些反应之后 Ella做的事情非常的励志 就是他直接正面的回应说 我知道我在哪一方面做错 然后我也知道说 这件事情冒犯到了原住民族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道歉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就是你愿意去正面回应 然后愿意去承认错误 然后愿意去改进 就这样而已 那那像是主持人说 他们愿意在现场去改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说 哦如果你愿意做到这样的话 其实是可以再进一步去做到说 至少把开台改掉 或者是因为那个宣传那个错误已经造成了 然后再如果你只是在现场改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说 其实还是有点可惜 是不够的啦很可惜 对对对对 没关系啊这个展其实是有两个月啦 所以他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希望我们这台节目 他也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 或者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也可以去提醒他们 就是改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请大家直接把这个节目的连结 贴到他们那里 也许在现场的这个展出 还有别的空间吗 这些空间可以再加一些东西 然后有一些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个都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发展啊 就是至少我们要尽可能把那个历史的实施 讲清楚吗 或者是刚刚讲的釜藩 到底是什么 要讲清楚吗 到底当时跟原住民族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要讲清楚吗 或是开台这样一个字眼 我们已经意识到是不好的 那就不要再用这个字眼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 一种很很重要的一个细微的改变 但是也是这个社会能不能够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假设未来有一些单位想要再做跟这种 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有关的话 那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导论这里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呢 那我会觉得说像是我们会一直去提的是 所谓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回馈的机制 那这里面其实就会包含像是这种公司部门之间合作 要去做这种活动的时候啊 如果我们可以建立那种回馈机制 我想举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 就是可口可乐办的一个活动 他在他们的产品上面都会印 今年的时候会印那个各族的族语啦 打招呼啊或者是客家也有 对那我觉得那个很正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第一个是他是用一个很基本的方式 他不是用一个一下子就是说 我就是直接介绍你们的封年纪 然后用一个很间话的方式 对他是用一个很明确的方式 很简单的方式来促进大家的理解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去觉得说 如果说今天企业本身 或者是像这样的展览公司本身 他愿意去在整个文化产业的产制的机制当中 考虑到原住民族的观点的时候 那可不可以进一步 你可以邀请原住民族来做顾问 你也可以把这样子展览的效益 回馈给当地的原住民族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 整个回馈的机制就会形成 那尤其是 虽然说公部门是有点困难啦 因为公部门其实他还是受制于这个法规的限制嘛 所以我们会特别希望说 在文化产业这一部分 不要只是说谈到原住民族文化产业 那我们就找原民会 然后我们就找这些专门的人 而是说我们去推广说 我们去建立一个机制 然后这个机制是能够把原住民族纳入考虑当中的 那这个是一个我会觉得比较正向的建议 今天非常谢谢打论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想反正你们的粉专也常常骂人 然后骂得非常有文学的气息 那我相信以后应该还会有很多的问题 要来跟你请教 来跟你做一些讨论 今天非常谢谢你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下次见